小时候我继续热爱生活 大家好这里是孟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超级奇葩的种子 这三个种子的版本各不相同 分别来自于1.12多彩版本 1.16下界版本 和1.17洞穴版本 那么这三个种子有哪些奇葩之处呢 对了在看之前希望大家点一个免费的赞 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实际上作为首当其总最新的1.17版本 自然离不开新加入的结构 紫星洞 你可以在这个种子里见到无数个紫星洞 为什么是无数个呢 因为这个种子和之前的无限峡谷种子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整个世界范围都在反复的复制 你可以去抬缩每个重复的地点 不仅仅是紫星洞在重复 海底峡谷在重复 海带群星也在重复 就为海带旁边的小圆坑 也整齐有序的排列复制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面影方块的指令 去挖掘这些更深层次的紫星洞 获取一些更多的资源 那相信很多同学都会见过 不同款式的墨地传送门的 他们的概率都各不相同 商风的墨印之眼越多 概率越小 最后一个的概率可以说小到了一谱 一家组的三代人的生日 在同一天的概率约为25万分之一 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概率 约为200万分之一 一组彩票 中头奖的概率约为1772万分之一 而这一切远不禁于遇到一个 全眼墨地传送门的概率 如果这样子算下来 你能在MC中见到 满眼墨地传送门的概率 是你买彩票 中500万元的5万多倍 当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接触到 1.06版本的独特特性 你可以看到一个 被激活的墨地传送门 这并不是其中一个种子的独立特性 而是整个版本所导致的bug 这样的种子都满足一个共同的条件 就是墨地传送门被两个区块所划分 而且其中一个区块上方 都是自弹墨影之眼 所以就呈现了墨地传送门 只打开了一半的状况 而且这样的特性并不是人为可以完成的 如果单独用墨影之眼 激活该半边区块 是无法做到独立激活的 当然你还是可以选择 补齐剩下的墨影之眼 这是行得通的 但是这样的行为多少沾点 MC的概率总是那么的莫名其妙 粉红色羊就是MC小概率的代表之一 你几乎很难在正常游玩的时候遇见它 而它自然生成的几率 更是小到了只有0.164% 有这样的运气 我拿它之中彩票不像吗 但接下来这个种子 就像是被幸运女生眷顾一半 你可以在同一篇区 遇到七只粉红色羊 如果按每只粉红色羊 0.164%的概率来计算 七只粉红色羊同时生成 相遇的概率预为三百亿分之一 这得有多么的幸运啊 但当我召集了全部区域的羊群后 我才知道整个区域范围的粉红色羊 原不止七只 我要尝试人工生成羊群 但结果却很正常 羊群的颜色符合正常概率 所以这些粉红色羊 全部都是地图自带的 在吉祥的概率下 同时生成这么多粉红色羊 这果然是一个神奇幸运 且有奇葩的种子啊 好了种子也交给你们了 交个免费的菜当学费 不过分吧 讲完了那咱们就下期菜先吧 bye